嗨 大家好 我是桑姐 歡迎來到牙套日記第二集 那為什麼要拍第二集呢 因為各位 我要跟你們報告一下我最新的近況 那就是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對牙套系列影片主題有興趣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 持續關注更多牙套日記的最新資訊喔 來沒錯 今天的主題就是 橡皮筋 那我上一集的牙套日記呢 主要是在講說 我戴牙套的這兩年 我的臉型還有牙齒的前後變化 用照片做紀錄向大家分享 那算一部影片裡我有說 醫生說我的牙齒應該是快要拆了 那為什麼我要戴橡皮筋呢 來 我們來回到 算一個禮拜我回診的當天 那我在回診條件的時候 醫生就很正常的組裝我的牙齒嘛 結果呢 他突然蹦出一句話說 嗯 那個妹妹啊 我覺得 其實你的臉其實還是有一點歪 然後中心也還沒有對症 那你是還沒有戴過橡皮筋呢 那我們就來戴橡皮筋喔 我心裡有想說 蛤 橡皮筋不都是一開始大家才會戴的嗎 我怎麼到快拆了才要戴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戴吧 反正我看別人戴橡皮筋都是 右邊一條 左邊一條 其實你不要笑得太開 或是打他欠打得太開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人發現你戴橡皮筋的 醫生就教我怎麼戴橡皮筋 那我也順便示範給你們看怎麼戴橡皮筋 首先呢 我們要先用一個工具 把橡皮筋套在它的勾勾的前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醫生就說 來 我們第一個先套這邊 哎呀 我看不到 呀 成功了 成功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在阿高克里 再來呢 醫生就教我第二條線 我想OK 那就對稱啦 因為那些好像在這邊 你這樣過來 這樣就結束啦 沒有 醫生他進來給我這樣 來 美美來 你這樣子 放在這邊 這邊 這邊 好 這邊 然後 你再給它這樣子 拉過來 來 我跟你講 還沒有套上去 我就快要瘋掉了 你給我 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欸 我真的 哇 我先套完再來抱怨好不好 來 給它這樣 套到這裡 就這樣子 好 我們先停止抱怨 我們先來講一下 醫生教帶你帶橡皮筋 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 你除了吃飯還有刷牙之外 其他時間通通都要帶橡皮筋 第二 你每天的橡皮筋都要更換新的 好了 沒了 那我帶橡皮筋至少已經有一個禮拜多了 那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總結下來帶橡皮筋的五個困擾 第一 很醜 我跟你說 如果你跟你朋友打招呼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 掰掰 掰掰 好了 不會有人這樣 但是我只想要表達說 你只要一張嘴就是醜好不好 只是醜 第二 你會超級無敵容易忘記帶橡皮筋 尤其是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你刷牙的時候要拆下來 當你刷完牙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把橡皮筋帶回去 所以你就會很自然刷完牙 然後就直接 躺下來 然後就睡著了 而且早上醒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很懊惱 欸 為什麼我嘴巴那麼舒服啊 沒有那種緊緊的感覺 就正準備要刷牙的時候 我就 發現 我忘記帶橡皮筋了 然後我就會超想殺死我自己 為什麼不帶橡皮筋 因為你知道嗎 你只要少帶一天橡皮筋 你往後可能還用兩天的時間補回來 這樣子你猜橡皮筋的日子 就遙遙無期了 我不想要一直帶這麼醜的橡皮筋啊 第三 吃飯的時候 那我剛剛說了嘛 其實你吃飯的時候 是可以把橡皮筋拿下來的 但是我的醫生交代我完之後 他又補上了一句話 呃 如果你覺得你有辦法用這樣子吃飯的話 那我覺得你是可以不用拿下來的喔 因為這樣子你牙齒移動速度會更棒更快 你一定會想說 醫生你給我綁這樣子 你現在要我做不可能的任務嗎 跟大家說 其實這兩種方法我都有試過 那各有優缺點 拆下來的話 我覺得優點就是 你吃飯會吃得很爽就是 跟品嘗一樣 沒有什麼改變 那缺點呢 就是因為最近的關係 所以衛生你會非常重要 醫生說你拆下來 用小工具拆其實不好拆 你要用手把它抓下來 所以當你在外面小吃店吃飯 你的手又不乾淨的時候 你就會很害怕去碰你的橡皮筋 那帶來橡皮筋呢 也是可以吃飯的 只是呢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只有兩種吃飯的方式 第一種呢 就是從右邊塞進去 第二種呢 就是從左邊塞進去 那都有個共通點 就是他的洞都非常的小 再來 如果你是吃青菜類 或是麵條類那種條狀的東西的話 我跟你說你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出一節一節的條狀物 纏繞在你的橡皮筋的正中間 甚至如果你的青菜太長條 然後又咬不爛 就直接掉到你喉嚨的話 你真的會YES 再來呢 如果你要吃像貢丸 或是百斬雞這種 需要啃的東西的話 我跟你講 你的橡皮筋就跟蛋弓一樣 會把那個食物發射出去 你知道嗎 在你對面吃飯的人 真的是真心愛你耶 因為真的超好笑 而且又超醜 第四 你的嘴唇會很乾 因為你超難抿嘴 戴橡皮筋 你有兩種抿嘴方式 第一種就是往內抿 把你的嘴唇往裡面凹 第二種 往外抿 把你的嘴唇往外面凸 第五點 舌頭囚禁 舌頭囚禁的意思就是說 你舌頭的生活空間超級小 尤其是你講話的時候 你會比平常戴牙套的時候 更容易講錯話 再來是你每天睡覺醒來的時候 因為你睡覺的時候都沒有講話 舌頭也不會亂動 所以他就被囚禁在那邊 然後一早上醒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舌頭 是牙齒的形狀 再來一點呢 其實我不太想講 但是這是事實 我必須要跟你們分享 其實有點害羞 那就是 你沒有辦法喇嚇 你喇嚇的時候 你只能 喇嚇喇喇喇 喇嚇喇喇 就直接這樣 你也不能說 就是時機到了 然後你說 等一下 我拿一個橡皮筋 然後這樣 這樣哪不行吧 所以你就 我跟你講你真的沒辦法喇嚇 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上網才有很多人都分享的時候 然後我們帶橡皮筋 超痛苦 超痛 可是我跟你們說 我自己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 頂多就是覺得 有一股拉扯的力量 然後你這邊的小肌肉 會有一點被拉筋的感覺 然後緊緊的 就這樣而已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橡皮筋它有分種類 它直徑的大小啊 或者是它力道的強度都不一樣 這一包呢是裝橡皮筋的袋子 那這些袋子上面都會有一些圖案啊 有些人是動物 有些人是水果 然後像我的就是國家 這樣子分聽說啦 我聽說動物的體型越大 就代表你橡皮筋的強度就越高 那我的橡皮筋是medium 然後6mm的 雖然我不是專業的啦 但是我就跟你們說一下 我大概橡皮筋的型號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們的型號跟我不一樣 你可能就會比較痛苦 或是比較輕鬆這樣 真的不知道我橡皮筋要帶多久 我真的超想趕快拆 那我想要問你們 你們有沒有人也有帶過橡皮筋的 然後你們為什麼要帶 還有你們大概是多久才會拆橡皮筋 或是你只是單純帶牙套 然後沒有帶橡皮筋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說為什麼你要帶牙套 然後在底下跟我認清喔 那如果你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唷 我一定會回覆你們的 那我目前現在牙套已經戴兩年六個月了 如果醫生沒有騙我的話 應該是今年就可以拆了啦 如果你想要繼續關注牙套日記的後續更新的話 記得訂閱我喔 開小鈴鐺 再來可以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我也非常感謝你 好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比賽 我們下支影片�� 複品 來在下面 很多個影片 說畫面 我的碼 是 我們下支影片 阿靡 你 你 明天